李君浩这段甜蜜告白闪瞎观众 第58届白响艺术大赏入围名单出炉 衣袖红香编入围最佳戏剧奖等七下大奖 眼活君主李算的李君浩毫无悬念入围是地 生死关头谁能赢得成功抱走456亿元 配乐响起经典画面出现 红遍全球的鱿鱼游戏 李正在在拿下美国演员工会奖势力后 再入围白响男主角 挑战演技饰演逃兵 丁海一演出获得共鸣 入围势力的男主角这年度的演出都令人印象深刻 包含Triser任时晚还有解读二之星的人们金南吉 都是相当有实力的对手 金泰里饰演由远大报复的年轻极舰手 在遇见了努力重建生活的邻居男俊贺后 所经历的爱情友情亲情的故事热血又感人 戏剧25 21引发热恋回响 金泰里入围后世 也将对战最强小善韩潇熙 摆脱过往娇娇女的形象 韩潇熙在已无知名中勤练武术 增积10公斤让人对角色幸福 另外以童星出道的李世荣 在衣袖红香边中演出的宫女一角 情感描述细腻同样入围奖项 至于在少年法庭中拥有强大气势的金会秀 练幕女扮男装的蒲恩斌 都是叫好叫做的演出 事后竞争相当激烈 这届不少OTT平台加入竞赛 光是入围一株就不少 粉丝期待5月6号讲入谁家 TVBS新闻如鸿昌珍文珍台北报导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破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